別憂慮 好不好 認真的告訴他不要為明天憂慮 不要為明天憂慮 好 請來得下一個話 菲律賓書第四章第六到第七節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念一二三 應當一無怪 只要凡世見證的廣告 祈求而表現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支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里保守你們的心白意念 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說 應當一無怪慮 你有沒有怪慮啊 沒有 有沒有啊 在你的生命當中有沒有怪慮啊 有 我們有很多的憂愁 很多的擔心 很多的憂慮對不對 可是聖經就告訴我們說 應當一無怪慮 怎麼辦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在我們的生活的大環境裡面 我們看看我們的社會 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 這個大環境裡面 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壓力對不對 我們會看到 無論是在我們的家庭 在我們的工作 在我們整個的社會的環境裡面 有許許多的很多的 這些的憂愁和擔心 都不斷的加在我們的身上 是不是啊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生活 好像是越走越走啊 很辛苦對不對 越走越覺得很多的憂慮 很擔心 是不是啊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我們身邊的人看看 我們的家人 我們周圍 我們的朋友 有很多看起來 外表上 好像沒有什麼 對不對 都很好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 他內心的那一面 可能有許多的痛苦 有許多的擔憂 有許多的壓力 是別人不知道的 所以這些種種的壓力和擔心和憂慮不安 都使得我們整個人的生命活在怎樣 活在很灰心的裡面 活在很消極的裡面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當中 我們也看到基督徒 我們也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 社會裡面的時候 我們同樣的當來到教會的時候 也看到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裡面 也帶著憂愁憂慮來到教會 我們也帶著很多的不安 很多的壓力 來到神的面前 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把我們的憂慮中單 帶回家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們的生活上 我們看到有許許多人 因為承受不了這些的生活上的壓力 承受不了在家庭的壓力 經濟的壓力 走向什麼呢 走向側兩端的一條路 我們看到許許多多間 關於這些的在不斷的這些的調查當中 這些的自殺率 自殺案在每一個不同的國家 都是有真沒有假的 每一年都不斷的增加 所以我們看到嗎 這些的壓力在人的心裡面的 這些無形的壓力 使到人家走向什麼 自殺的路 所以是多麼的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基督徒 我們有上帝 今天基督徒我們說我們相信上帝的人 我們應該怎麼樣看 這些的憂慮和擔心 我們應該怎麼樣看 在我們生命當中所承受的壓力 還有一些的不安 種種的這些精神上的折磨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看待 今天我們應該 基督徒我們應該要了解到一點 到底憂慮在我們生命裡面 它只有害處沒有好處 好不好 告訴你旁邊的人 憂慮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憂慮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今天我們要對憂慮和擔心 必須有很清楚的了解 要看到說 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所擔心的我們的憂慮 並沒有帶給我們任何的好處 憂慮它沒有帶給我們任何的好處 OK 然後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第六章 27節那裡告訴我們什麼呢 你們哪一個人能用思慮使身量多加一種呢 在馬太福音第五章36節那裡又說什麼呢 又不可指著你的頭幾世 因為你不能使壞根頭髮變黑變白 所以這裡說什麼呢 你能用你的思慮使身量多加一種嗎 你能用你的擔心你的憂慮使你的身量 使得到什麼呢 身量就是指到你的壽命 能夠使到你的壽命更加的長嗎 或者是呢 身量也可以指到使到你這個人的成長 能夠使到你這個人更加的成長嗎 我們曉得是答案是什麼呢 不能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又說什麼呢 神力學會告訴我們說 你的思慮你的憂慎 不能夠使你改變你的硬根頭髮 使它變黑或者是變白 所以弟兄姊妹的確的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能夠看到當我們憂心 當我們擔心 當我們活在憂慮當中的時候 不能夠改變我們的環境 對嗎 當我們憂心 當我們擔心的時候 不能夠改變我們的家庭 當我們繼續活在憂愁 憂慮裡面 它不能夠改變我們的工作 當我們活在憂心 擔心裡面的時候 不能夠改變我們的孩子 當我們活在憂慮當中的時候 不能夠改變我們的妻子 不能夠改變我們的丈夫 所以弟兄姊妹的確 聖經裡面說的話是真實的 你的憂慮 你的思慮 不能夠帶來任何的改變 而且是沒有任何的好處 憂慮就好像什麼呢 香煙一樣 不能夠帶給我們的生命當中 一點的好處 如果今天你憂慮 你擔心能夠幫助你解決問題 或者是幫助你能夠面對一些問題 還值得對不對 你擔心了你憂慮了還值得 可是我們知道 當我們憂慮到我們擔心的時候 他一點幫助都沒有啊 他一點幫助也沒有來 在我們生命當中 能夠看到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解決他 對不對 而反而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在一個博士 他叫羅曼文森特皮爾 這位博士呢 他就對人的生命裡面的擔心憂慮 做了一個研究 他做了一個調查 他就調查了 就做了一個報告 他這個報告是說什麼呢 他報告說 有在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他所擔心的憂慮的事實發現 根本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而且上十八仙呢 是已經過去的事 二十二八仙呢 是我們所擔心憂慮的 是不太重要的事 四八仙呢是什麼呢 我們無可奈何的事 所以總共來說 有九十六八仙 我們所憂慮 我們所擔心的 在我們的生活 是根本不會發生的事 對吧 我們想一想 我們回想你們自己的生命裡面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過去 或者是現在 我們所擔心憂慮的事情 很多時候是我們什麼呢 虽然我們想太多了 對吧 虽然我們憂慮太多了 可是當我們回頭看一下的時候 原來事情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糟糕 或者是我們一直所憂慮 所擔心的事情根本都沒有發生 所以接下來還有剩下的四八仙是什麼呢 是要說剩下的四八仙是真正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他做了一個節目說 這些真正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憂慮你擔心 也不能夠改變 對吧 我們很多時候在憂慮一些 我們不能夠改變的事情 我們在我們的環境 在我們的工作 或者在整個社會上 我們所擔心憂慮的事情是 那個時候我們無可奈何的 就是我們就是擔心 這些無可奈何的事情 我們也擔心將來 將來會怎麼樣 將來我的孩子會怎麼樣 將來我的前途會怎麼樣 將來我的事業會怎麼樣 我們都是擔心將來 還沒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去想很多 但是這些當我們去想的時候 當我們去憂慮擔心的時候 我們回頭看 我們來看問題解決的時候 我們看到 原來我們所擔心的 憂慮的 多少少沒有發生過 或是我們擔心了 也於事而不 因為它還是繼續發生 所以的確是可以看到嗎 在這個博士的研究裡面 的確是這樣子 當我看了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發覺我回想我自己的生命 我像是一個蠻會憂慮的人 也蠻會擔心的一個人 當我回想的時候 我過去的日子裡面 當我擔心的時候 我甚至點的是 我們說我們睡不著 對不對 我們反而附去 在我的床上 有時候我們還是睡不著 欸 一整天這樣擔心 憂慮的 明天的事 過幾個禮拜的事 下個月的事 可是當我們在這種環境當中 實際上我們整個人的生活就是 活在很蕭慈的裡面 所以當我回想過去的時候 原來 對啊 我發覺到 我所憂慮擔心的 回頭一看 好像並沒有什麼帶來給我什麼益處 在我的生命當中 在我的生活上 而且我 回想過去了 我所擔心所擔憂的 原來是多餘的 原來是浪費時間 因為它沒有發生 所以我 在我這樣子 看到像在一個暴槓的時候 我就開始學習 我就在我的私人裡面開始學習 當我開始憂慮 擔心某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開始學習說 不要擔心 因為我是擔心 覺得憂慮的事情 不會發生 也我也不能夠去做些什麼 所以我憂慮擔心 你做什麼呢 簡直就是聖誕費我的時間 所以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她講了一個故事 她說有兩夫妻 我這太太呢 是一個非常 憂慮擔心的人 所以當她睡到半夜的時候 她就會吵醒她的丈夫 她一聽到有聲音 她就會吵醒她的丈夫 對她丈夫說 老公老公你快點醒來 我一聽到聲音 你們聽到嗎 我聽到我們的家裡面 樓下有個聲音耶 你聽到嗎 你快點起來 你快點去看一下 會不會是我們家見賊了 然後這個丈夫沒有辦法 所以只好按照她太太的要求 她這樣她起身 她去到樓上檢查她自己的家 門窗有沒有被敲開 這個家裡面到底有沒有賊跑進來 檢查過後她又要回去房間 跟她太太說呢 太太沒有事情 我們可以安心睡覺 沒有賊進你們家 所以每一天晚上 她要全部這樣的事情 當她一聽到有聲音的時候 她就被吵醒 她就很憂慮很貪心 就吵醒她的丈夫說 丈夫你一定要去查看 那你我們家裡面有沒有親賊 我擔心有賊跑進你們家怎麼辦 所以她照顧每一次都要這樣子的去重複 這樣子的動作 來檢查她的家庭 一個月這樣子 一年這樣子 三年這樣子 還是重複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知道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她的太太又聽到聲音 又被吵醒 又叫醒她的丈夫 快點醒來 我真的聽到聲音 你快點去查看 可能我們家真正親賊了 真正親賊了 好像是 她丈夫又同樣的 下樓向檢查 現在還沒有到一半 走到樓梯庫一半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人 真的要下來 這女兒剛要上來 從樓梯庫要上來 才去看到這個人 真的是這樣 跑進你們家來 所以這個丈夫呢 她就把你什麼了 你終於來了 你知道嗎 我等了你十年了 一個太太憂慮擔心 她的生命裡面都活在 每一天都活在擔心 憂慮害怕 壓力裡面 你可以想像嗎 如果一個人 十年 她在憂慮 十年過後 會發生的事情 她每一天都要重複的憂慮 擔心 這個人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很痛苦 對不對 很慶慎的裡面 十年過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知道 可是今天我們已經開始在憂慮了 我們在擔心 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們很害怕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很害怕 明天不知道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都活在今天 活在明天的憂慮裡面 所以正經說什麼 什麼 說一句話什麼 今天的重單 今天單就好 明天只有 明天的憂慮 對不對 所以告訴我們說 不要為明天而憂慮 為什麼今天 這告訴我們 不要為明天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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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來看 憂慮 它不只是沒有任何的用處 而且它帶來我們身體上的傷害 話告訴你旁邊的人說 憂慮帶來身體上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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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慮帶來有電視骨苦肝 憂慎和憂慮 rattical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個就是 我們要認識它 當我們擔心憂慮的時候 對我們身體上 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有一個博士 他是美國諾斯特維 諾斯特維頓的大學的教授 是一個博士 他叫做擂奧納多 他就有說了一句話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当人在担心的时候 我们的口会压制停止分泌垂没 就是当一个人在担心或者在压力里面 或者是他在生气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口这个垂没就会被压制没有分泌 所以当一个人在担心忧虑的时候 他的口会比较干 所以如果他继续的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 活在忧虑担心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话 会引起口香的疾病甚至是蛀牙 所以我们看到在另外一个的研究报告里面 就是这个美国的医院当中 就一个博士叫做新德勒博士 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研究 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些的研究 还有这些的种种的这些调查 他们做了这样子的结论 他说有38%得到风湿病的人 他们都是因着活在 长期活在忧愁担心和不安的里面 而且还有33%的皮肤病 和50%的这些谈尿病患者 他们也是长期活在那种什么呢 心理混乱与痛苦 所以导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所以律师姐能不能看到吗 大部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 人体身体上的疾病 不是是来自外在的因素 不单单只是来自外在的因素 很多时候都是因着 这是我们心灵上的问题 所导致我们身体上的疾病 我相信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 对不对 已经是很普遍了 对不对 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忧虑 在担心活在长期被压制里面的时候 他身体一定会出现一些的状况 对不对 因为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 而且在波拉多这个博士 他说什么呢 他说医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医生最大的错误呢 就是没有注意到病人的精神状态 医生只是单单的医治他身体上的疾病 按照他的疾病来医治他 可是他说什么呢 他说精神和身体和我们的肉体是一体的 是不能分开的 你精神状态是怎么样 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肉体 所以他说这样的解释 而且呢 在韩国有一个大教授 他说呢 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当一个人非常生气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常生气的人 有吗 有遇到过对不对 可能是我们也很生气的时候 对不对 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想要你将一个塑胶带 那个塑胶带 然后把我们口中所吐出来的这个气 把它装在这个塑胶带里面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 冷冻过后呢 它变成固体 然后你就把它变成液体 然后呢放在这个针筒里面 把这个针筒的这个液体呢 打进老鼠的身体里面 两分钟过后这个老鼠死掉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 我们生气的时候 所吐出来的气 是那么的毒 何况是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更 岂不是更加伤害我们的身体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他做了一个结论 他们说人体有60%的疾病 这都是来自精神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这些忧郁症的 这些的案例 不断的增加 对不对 忧郁症 每一年的这些忧郁症病患者 不断的不断的增加 所以现在 在人类最大的 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的 不是只是在问题上 而是在精神上 亚子 所以我们看到吗 在这种方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为什么圣经 为什么上帝 要借着他话语 告诉我们说 应当义无挂脸 因为当你忧心 当你活在压力 当你活在被压制里面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是伤害我们的自己 伤害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告诉你旁边人说 不要忧虑了吗 不要忧虑了 马蒂布德是一个 我们基督教的感觉教 他也有很忧虑的时候 为什么他忧虑呢 因为当时候他要面对的是 天主教的教皇还有教主 因为当时候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上帝跟他说话 他认识到 原来圣经不是 这些天主教徒 所教导的那样 圣经的话语 上帝仍然看见真理 所以他就开始起来 要做改革 他对于这些教皇说 你们所教导的 已经歪曲了 不是这样的 可是这些教皇 跟他一起来跟他对看 所以他要面对的是一般 天主教徒 还有后面的这些的 信徒 还有教皇 就是非常大的压力 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知道 他是站在真理上 可是他要面对的就是一个 这么庞大的这些的人 所以他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活在非常的忧郁 痛苦的里面 而且有一天 他就看到一个画面 他就看到一只小鸟 吃饱了 就飞到树车上面 在那边平安的休息 睡觉 所以在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他就心里面觉悟起来 他就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 他说 这只小鸟 不会因为明天而担心 不会因为明天要睡在哪里的担心 可是这只小鸟呢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教给上帝 一点也没有忧郁 我为什么还要忧郁呢 这只小鸟 上帝都看过他 更何况 我是上帝的孩子 上帝岂不是更看顾我吗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马丁路德 他决心告诉这些 说我要振作起来 我要站起来 我要勇敢地面对 而我知道 我面对的不是这一般的教官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去面对 而是我有一个看顾我的善帝 与我同在 他一定要带领我帮助我 所以这条道路 他走过的时候 他真的成功改了 所以今天你和我 可以听到真正的真理 今天你和我可以自由地读圣经 因为当时候的教官说什么呢 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 因为你们读不懂 而且是神圣的 你们不会 只有教官会 觉得他教什么也听什么 他教歪了你也不知道 而是马丁路德就站起来说 不是这样子的 圣经里面的话语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读 是上帝自己每一个人的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种种的歪理 他都愿意地站起来 在说是上帝帮助他 得着这个胜利的真正 所以今天你和我 可以来读圣经 来读神话 Amen Amen 所以今天 你能够得到这个圣经 是背后付出的 很大的代价 所以你要好好的 来读你的圣经 Amen Amen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说 如何不忧虑呢 我们要如何不忧虑 就像沙马丁路德所说的 我要将我的忧虑 交托给上帝 Amen 他是看过我的上帝 那么 就有一些人会问说 上帝真的有能力 来解决我的问题吗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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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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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要使他如阴长且善疼 奔跑 不困准 行走 不批乏 这是上帝的意识 所以当我们是 我们是 要问耶和华的人 我们是 要问我们上帝的人 上帝必定 能够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上帝必定 能够来帮助我们 上帝有足够的能力 来帮助你 来带领你 来引导你 Amen Amen 有些人会问 上帝有能力 有些上帝 会帮助我 像有这样子的人吗 像我一个 可能还活在罪中 还活在怀疑 还活在不幸 还活在很多的 这些的 种种的这些的 忧虑 担心里面的人 上帝能够帮助我吗 像我这样子的人 上帝能够帮助我吗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马太福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那里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就好了 我们很熟悉的 这段经文 一二三 凡要父战争 那些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是耶稣做的一个邀请 这句话是一个邀请 他说 凡劳苦 但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劳苦吗 你有重担吗 你有忧虑吗 你的生活上有压力吗 上帝做了一个邀请说 请你来到我这里 我要使你得着安心 上帝做了这个邀请 不是我们求他说 上帝你把我的忧虑忧虑交付给你 不是 是上帝先做了这个邀请 告诉你 告诉你说 你有 不要担心 不要忧虑 来到我面前 我要使你得着安心 所以我们上帝是这么爱的 上帝这么爱我们 我们还不认识他 当我们还在怀疑当中 当我们还活在最终的时候 他已经是什么 先伸出他的手 告诉你说 来 快快的来 在我这里 你可以得着安心 把他交付给你 你可以得着安心 是这么的甜蜜 是这么的美好啊 我们的善良 所以 提前今天 我们还在忧虑呢 我们还在 详实呢 当我们有忧虑 当我们有担心 当我们有压制的时候 快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他愿意 来跟我们谈谈 在彼得神书第五章第七节 那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固念你们 所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将一切 不是一些 是一切 你有忧虑的 你是担心的 都交付给上帝 上帝他固念我们 为什么 那么接下来 他告诉我们说 勿要紧守 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像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孔教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因为上帝知道 当我们活在 忧虑担心的理念的时候 我们残期 这样子下去的时候 水就会来了 魔鬼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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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生命里面 来做工 因为当你强心 活在压制压力 或者是在那种的 呃 痛苦当中的时候 魔鬼就有机会 趁虚而入 在你的心里面 像你说一些消极 负面灰心绝望的话 当你一开门 让魔鬼进入到你的思想里面的时候 尤其是一个人 当他活在非常消极的里面的时候 最容易打开门 让魔鬼进来 所以当魔鬼进来 你思想里面的时候 让你有很多消极的思想 让你振作不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 他就是有机会来 吞刺你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要留地步 给魔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有忧虑 有愁烦 有任何压力压制的时候 快快来到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说 我们将你的忧虑 谢给上帝 上帝说什么呢 我将这些信号 顺你们 希望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没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信的主 不是平平安安 不是没有事的 他告诉我们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苦难 会遇到问题 可是他说 你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谁掌握的 魔鬼 他胜了水 他已经得胜了魔鬼 所以今天 记住我们信号上帝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上 会面对到种种的困难 种种的问题 是让我们忧伤担心 可是我们只要快快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必定能够来帮助我们 因为他已经将这个魔鬼 可以践踏在脚上 他已经得胜了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胜 胜过这个世界的耶稣 很愿意说 伸出这个手邀请 来到他们面前 你是我愿意 而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说 我们需要我们交托给上帝 我们要怎么样交托 我们需要我们这样的优劣 交托给上帝 我们要怎样交托 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 只是很简单 每个人都知道的就是什么 祷告和祈求 在耶利明书第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 那里是什么呢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持肯安的意念 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落后有此外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留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所怀的意念 是持平安的意念 是赐给我们平安的 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祂告诉我们说 是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我们不灰心 是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套外 祂要我们来到祂面前 寻求祂 让我们专心寻求祂 我们必寻见祂 就是这样子 那你专心寻求我们的上帝 上帝必要你寻见祂 你是否专心 来寻求上帝 而十遍地 五十五天二十二节那里说 你们要把你们的重担 献给耶和华 祂可以抚养你 祂有你的教义人动摇 你将一切的重担 献给耶和华 祂要抚养你啊 弟兄姐妹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人告诉你 说你什么都不用做 谁要来到我的面前 我养你 你要不要 你要 那你要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用 你做对不对 已经有人帮我安排 来带你我养 看不过我 接下来的路 对不对 真的很好 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 他告诉你说很简单 就要你来到他面前 他必带给你 他必将你的脚步是稳定的 而不是犯犯的 好 那就有一些人说 祷告 帮我将我的忧虑 帮我的重担 卸下交通你上帝 祷告 祷告有用吗 有一些人会问 有 有 很多时候 当某一群的弟兄姐妹 来到牧师传道的面前 告诉她说 我有这样的问题 我有这样的 一�一拙房的时候 牧师他还告诉你什么 耽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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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可是有一些人就会吸引你们 耽裤有用吗 有 耽裤有用啊 有 嗯 很高 你看 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要幸福神 当你对着这座山说 挪开投在海里 这个事情要成就 但幸福神 什么叫幸福神 就是你相信神 当你相信神的时候 你对着一座山说 挪开投在海里 这事必要成就 什么样的信心 有这么大的能力 对着一座山说 挪开投在海里 这个事情要成就 什么样的信心 有这么大的能力 你需要跟人们说 我的问题像山一样这么大 像山一样这么重 打钢就有用把我的问题挪去吗 这上面就是什么 你要幸福神 相信 神你这座山就能够挪去 是什么样的信心 这信心圣经里面 其实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的信心是 有一个盼望 有一个期待 你的信心不是没有期待的 知道吗 当你把一个问题 交错给上帝的时候 不是 三天啊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 就是这样子 没有任何的期待 说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是 而且你被告诉我们说 当你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期待 当你将你的问题 当你的优劣 向上帝的时候 你说我将我的问题 交错给上帝的时候 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期待 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 你有一个期待 你的信心是说 使我相信上帝 在这个事情上 要为我行神迹 当你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 你对着你像一样大的问题 你祷告的时候 这个上帝就要被摸去 这个问题就要被摸去 所以相信说 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带着信心说 我相信上帝 要为我行神迹 有没有 有没有 好不好 我告诉你 还没有 相信上帝 要为我行神迹 要相信上帝 要为我行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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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马可对第十一章二十四节 那里告诉我们说 凡你能打盖起全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事得藏 就必得藏 你是怎么样的信 这里说信事得藏 就必得藏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句话 不能够在他们生命里面实行出来 因为他们信心 是怎么样的信心 他的信心没有 刚才好像我所说的 相信神 为为他成就 为为他行神迹 当然信心是说 相信说上帝 要为我行神迹 你信 你就得藏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的话语是 这么个真实 希望我们把它抓住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 这位伟大的上帝 有没有 有没有 怎么样 好不好 这边信实得藏 决必得藏 信实得藏 决必得藏 决必得藏 好 我们快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要如何不忧虑呢 是你们告诉我们 说要藏藏喜乐 跟你旁边人说 要藏藏喜乐 藏藏喜乐 你要笑声对他 想要藏藏喜乐 好 你不要从未哭 你对他 所以藏藏喜乐 好 藏藏喜乐 那圣经人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喜乐的心 乃是良好 刚才说枯干的灵 你忧伤灵 十股 不干 这里说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阿们 而在律师第四 在第十题内 也说什么呢 你们要靠主 惨惨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这里的话语 我们要很清楚 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语气 所谓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 他的语气是命令式的语气 告诉什么 你要喜乐 我再说一遍啊 你要喜乐 是命令 命令什么 命令你要喜乐 来告诉你 我命令你要喜乐 命令你要喜乐 那有了命令你要喜乐 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哪里可以 对不对 如果我不开心 如果我们有一些快乐的事情 你还要命令我喜乐 我今天要笑得住 对不对 不开心了 然后很多烦恼 很多忧虑了 你还要命令我喜乐 我根本不快乐起来 哪里可能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要命令我愿意爱 要命令我愿意爱 我愿意爱 你愿意爱 那你愿意爱 你愿意爱 然后 我们愿意爱 可是他说 他里面讲笑 你的大脑 你的大脑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你是真笑还是假笑 原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要你笑的时候 你的头脑 你的大脑 就会分泌出一种的基数 叫做脑内飞 这个当一个人笑的时候 脑内飞就会分泌出来 这个的基数呢 是来调理你的身体的健康 来治疗你身体的健康 是一种天然的 上帝在我们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当我们开心的时候 当我们笑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会分泌 来调理我们自然而然的身体 所以原来假笑也有好处 原来勉强笑也有好处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圣经里面要命令我们说 你要残残喜乐 要命令你喜乐 就算你不开心 你要笑 为什么 忧伤的雷尸骨 哭干 喜乐的心哪些 来呀 一个红眉苦脸的人 再多补啊 我们说再多补啊 也补不回 因为可能使到我们的生灵上 虽然而然的有许多的破坏性 可是只要我们约翼的微笑 在我们的身体面上 让我们的身体上自然而然有药来治疗我们 真的奇妙耶 我们的相地照我们 真的 他的话语就是这样子来带领我们 在我们生活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忧虑担心 所以你知道现在可以怎样面对了吗 而且另外一个大学 这个大学叫做诗堂福大学医学院 他们对这些健康的男人 做了成年男孩子 成年的男人做了一个检测 这个检测叫做效语检测 OK 就是让这些的成年人 他们看一个小时的笑话 笑心 看一个小时 这些笑心人家非常非常的好笑 让他们呢笑破肚皮 让他们笑到抽筋 让他们笑到白的喊 OK 我会这样子 所以呢 让他们笑出一个小时多后 然后就对他们的身体 做一些的调查 看他们的身体下有什么变化 所以他们就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他们说 这些人是有一个小时多过后 这些人克制这个癌症的荷尔蒙 比平常增加了两百倍 就是当一个人大笑地长一个小时过后 他的身体的荷尔蒙 能够克制癌症的荷尔蒙 开始活跃起来 而且增加了两百倍 所以笑心上帝给我们最好的荷尔蒙 来 来表将人都会给我们上帖 太文化了 太文化了 太好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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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同样的这间大学 里面 另外一个教授说 单人大笑一场过后啊 我们身体上有六百五十块肌肉 OK 如果50块肌肉当你大笑一场后呢 你231条的肌肉就在你的 因为我们所谓讲的肌肉就是包含你的内脏 你的每个的气光都有不同的肌肉 231条整个加起来呢 开始活跃 开始活动起来 就是当你大笑一场的时候 连你的肌肉也要笑 连你的肌肉也要开始活动 你的身体的器官也要开始活动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在我们生命里面 的确是你们话是这么的美好 他说喜乐就是怎么样 而且他们也今天说 平常一个喜欢笑的人 他们的心脏比平常一个不喜欢笑的人呢 更加的健康 我相信这一些一切种种 我今天所告诉你的 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 对不对 并不是一件新鲜的知识 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观念 一个开心的人 一个喜欢笑的人 一个在他身上 有很多喜乐的人 他身体自然而然就会什么 健康 对不对 自己是自然的事 因为这是上天创造的 上天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你们 好 所以今天 不是因为 笑能够减轻我们的压力 所以当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太太 看到你的丈夫 看到你的孩子 看到你的父母亲 当他们为这某些事情担心忧虑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想要这样 动他笑 对不对 所以动他笑就是帮助他 就是带给他健康 就是最好的药 你不需要买很多很多补品给他了 每一天闹他笑 就是最好的药 能够使到他的生命里面 能够减轻许多的压力 紧张 还有许多的愤怒都能够减轻 哇 真的是美好的事情 对学姐妹 没有 好 你好 好不好 我们来读最后一个经文 天下文明珠第一章 第五章 对不起 天下文明珠先读第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的来念这段的经文 我们大声的来念 一二三 要常常喜乐 不处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地图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所以告诉他们说 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不处的祷告 不处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你的生命就很美好了 生命就很美好了 没有 凡事谢恩 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上帝已经给我们一条的路 告诉我们说 不要为我们明天忧虑 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活上会有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忧虑 就是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将我们忧虑 谢给上帝 当我们将我们忧虑重担 交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要为我们开路耶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